康熙年间江南一带有人传播出 帝出三江口 江湖变战场的言论 意味真龙天子将在三江口出现 到时候江湖将变成与清军作战的主战场 此时 年庚瑶处于江浙一带 再提起此说法就有些造反的意图了 当然 历史上这件事和当前的说法是有出入的 提起这话的是雍正而非年庚瑶 不过就此时的剧情来说 无论年庚瑶说没说过 反正皇上是要把这帽子扣给年庚瑶 当然 历史上是没有这样那么快的啊 皇上以年庚瑶夫人不及时为理由 需去他太保官衔 杭州将军 且连降了十九级 二等功到三等功到一等子到一等男 巴拉巴拉一大堆 此时的年庚瑶是否有错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皇上怎么先崩溃的华妃 在听到此噩耗时还是没撑住晕倒了 至此 年加的时代要落幕了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三连 祝大家发财 爱你妹哟